2010年10月下旬时 爆出一次Lamborghini Aventus改款的尾装测试车踪影 透露Aventus即将改款更新的消息 日前 Lamborghini放出一部以Lamborghini V12 Boutville B-Next的预告片 宣示旗下的V12旗舰超跑即将进行改款更新 影片中 Lamborghini自1963年旗下第一款V12超跑350GT的诞生初期 一路回后Mera Contact Devro 一直到目前担任Lamborghini V12旗舰超跑角色的Aventus 并在影片的最后 明白地打上What will be next的字样 大方预告Lamborghini V12旗舰超跑的下一步即将来临 而以Aventus自2011年认定往车厂发展至今 已有5年的时机估算 Aventus确实已经来到了小改款更新的时机 V12影片的露出 应该是预告Aventus改款更新即将到来 而根据现前所掌握的资讯 以及影片以历年V12旗舰超跑为主角推测 V12旗舰超跑的下一步 仍然会维持V12自然吸气引擎的设定 成为当今超跑市场中的珍惜异兽 就先前有伪装测试车掌握的资讯可以看见 这款被视为Aventus升级版的V12旗舰超跑 将会引入更具竞技风格的空气绿穴设计 并且导入科幻风味更为浓厚的排气围观 展现更具侵略性的外观风格 不过即使蓝盘旗舰官方已经放出预告影片 它并未针对V12旗舰超跑的下一款读足画面 仅是预告V12车系 将会在近期内有所动作 然而如果蓝盘旗舰的旗舰超跑 仍然维持V12自然吸气引擎的设计 将会成为当今旗舰超跑市场中 稀少的大排气围V12自然吸气引擎车款